菩提化体弦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抢 你们竟然一个都拦不住 我黑黄宗的颜面都丢尽了 几大势力都已经去追鹰山老人了 我们要不要 我黑黄宗的东西 不是这么好拿的 禀报宗主 在郊外西北方向 发现了鹰山老人的踪迹 给我追 杀了他 就能得到菩提化体弦 大家一起上 上 一群杂鱼也想拦住老夫 这鹰山老人的实力竟如此想悍 小爷 还没找到吗 找到了 只不过 他一招便抹杀了包围他的十二位强者 以他斗宗级别的实力 想要抽身而退 想必 没几个人能拦得住 又怎会任人包围 鹰山老贼抢了东西还想跑 想得美 哼 咱们小心一些 走 跟上去看看 小心 已经有人先到了 该死的鹰山老怪 我们晚了一步 他应该往这个方向跑了 谁 那边的朋友现身吧 有事 原来是颜潇先生 老夫乃摩檐谷大长老 方炎 方炎大长老 可有要事 颜潇先生的炼药术 恐怕已经是黑角于第一人 那菩提化体弦 本该归颜潇先生所有 却被鹰山老贼抢了去 简直是强盗性惊 可那老贼实力极强 只怕 怎么 只怕即便有这位斗宗 强者为您助阵 也难从鹰山老贼手中 夺回那菩提化体弦 不过 我摩檐谷 愿助颜潇先生一臂之力 这家伙也太嚣张了 先生 现在怎么办 先抢到菩提化体弦再说 至于他 言消 听我的便是 是 明知是有来无回 这帮人间还这么弱重 菩提化体弦这样的宝物 足够吸引他们冒险了 这老贼实力太过强悍 还是先找到我二哥和苏千大长老吧 我再不要见苏千老头 他的化心走 更把我害惨了 有他们相助 到时候对战起来会容易去到 靖靖 怎么了 几位朋友 老夫是嘉南学院的大长老苏千 还请三位看在老夫的薄面上 将拍卖场上那是结果 大长老 您这话说的有些严重啊 萧嫣 三弟 怎么 不认识了 竟是你这小子 白白让我们担心了一场 没办法 此前与摩檐谷发生过冲突 不想被他们认出身份 只好伪装一下了 免得无端引来麻烦 这位是 这位是我朋友 二哥叫他小姨先别好 小二哥 以他的性子 竟会如此叫人 你这小子 跑去哪儿了 大长老莫怪 为了突破这窦黄 不得已闭关了一年 这不就耽搁了 你现在是窦黄了 侥幸而已 你这丫头竟然也跟来了 你也突破这窦黄了 都怪你这老头 害我只能一直是这副样子 要不是老夫 你现在可还化不了形呢 死老头 说正事要见 子言 这位湖泡泡蜜香碗 你恐怕没尝过吧 我尝着 此次现身 是想请二哥与大长老 帮我夺回菩提话题先 你是萧门门主 萧门听你调钱 属下见过门主 都起来吧 非得得到那东西不可 我只为朋友 身怀恶难毒体 需要那东西救命 难怪如此年轻 变成了斗宗强者 原来是恶难毒体 没错 小一些如今 只剩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若不想办法控制 等到毒体彻底爆发 只怕又会是一场悲剧 只要能得到菩提话题先 我就有办法 帮他彻底控制恶难毒体 斗骑大陆上 也曾出现过恶难毒体 但他们都没能摆脱 我独体爆发而亡的命运 没有一人能彻底控制 毕竟 实力越强 爆发时就越难控制 大长老放心 只要能凑齐材料 我就有信心能做到 绝不会让小医先走到那一步 嗯 好 那便助你一臂之力 你们先回营地 做好接应准备 是 大长老 大长老 人越多越好 嗯 少安无躁 就老东西有些古怪 千八分 追 等等 他的气息 不对 奇怪 阴伤老人的气息正在迅速接近 我们就在这里做好伏击准备 来了 跟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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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糟 山老前辈 这跑到你干嘛 追人这么急 老夫就陪你们玩玩 少爷小心 他的气息不对 好 分开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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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方才是你在溃蛋 竟还敢阻拦 老贼头 暴力不听话以前如此乱窜 不怕引来更多的人吗 嗯 嗯 看走 几日你就陨落在此吧 燕奔 世浪 就这 你没事吧 没事 他身上没有菩提化体型 小爷 这四个人 都不是本体 这老家伙本体竟然还藏着 果然几乎 怎么样 找到了 那老子还没走多远 小医仙 子言 随我来 大长老 麻烦你盯着这里 我沿途会留下标记 等着分身消散 就立刻砍过来 就你们三人 现在还不知道 殷山老人和他的分身之间 究竟有何联系 所以还是谨慎点好 我们三人过去 应该足够了 万事小心 这家伙 究竟在耍什么花招 这帮家伙 此地不宜久留 鹰山老人 那鹰山老人 果然名不虚传 竟然能凝聚多具分身 真是让老夫意外 穆天行 他是怎么找回来的 你在菩提画底弦上 做了手脚 我黑黄宗 毅历黑脚鱼这么多年 只吃素都不成 这卑鄙的手段 不止一次了吧 老怪 你兵行险招 分身被消灭后 本体实力会削弱不少吧 本宗可以不与你动手 实相的将菩提画底弦交出来吧 交给你 就能让老夫走 交出画底弦 本宗或许能留你全身 不然 莫天行 即便老夫不在巅峰状态 但你要将菩提画底弦躲回去 也没那么信息 那便试试看吧 魏克 别藏了 没想到真正的好戏在这边 在下差点就错过了 严肖先生果然行思缜密 竟也追到了这里 哪里哪里 比起莫宗主 我还差得远呢 嗯 嗯 严肖先生 那菩提画底弦本就属于你 我与你联手对付那英山老怪 届时菩提画底弦归你 老夫只取破宗丹 如何 严肖 那老东西 竟然在菩提画底弦上做了手脚 你以为他真会拱手让人 郭总 严肖先生 老夫向你保证 只要拿到破宗丹 我黑黄宗 绝对不沾染菩提画底弦 这两个老狐狸 都不能信 莫宗主 嗯 若真想联手 我摩颜谷 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 摩颜谷的人 这下事情麻烦了 摩颜谷的诸位脚程倒是不慢 在下听闻 摩颜谷的谷主正在避死关 不知道这位又是何方高人 先生是我摩颜谷的贵客 倒是这位颜肖先生 不 应该称之为 萧门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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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这位便是萧门门主 萧颜 当年在黑角域 可是风头无两哪 即便是晶莹二老 也双双败与其手 萧门主 萧门主 碧门主 是否觉得很熟悉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萧门主 是否觉得很熟悉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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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哇 啊 啊 你不想 哼哼哼 果实是你